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鲍鱼和海胆和贝卡 这个是海螺 这个是螺 这个作品超好看 哇塞克 今天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鲍鱼 那会少年年的感觉很好 我今天觉得最有趣的是 跟妈妈一起剪辑 因为我跟妈妈一起合作 玩车作品 那我去想像 一个海洋 如果它被搬到陆地上的时候 才会是怎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运用雷射光这个装器 雷射光是一个可以被看见 可是又没有办法被触摸到的一个鲍鱼 它恰巧能够很容易 表示一个海浪很轻盈的样子 所以我把它设置在草地上 去误应整个海边的一个景象 可以看到这些平凡的塑胶材料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 就好像手机或电脑一样 但是透过不一样的视角跟观点 或许我们可以看见 隐藏在背后 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层次 另外一个空间相符 我把它称之为水晶层次 要跑步 去曝光 这是 accounts计划的